回去上班會這麼不安嗎 因為我已經放假放了整整四年了 小朋友就要去脫胤了 自己也算是會調適啦 因為畢竟媽媽還是遲早要學著放手 去超市買了一些東西 現在是草莓劑 天證的資料要申請的東西超多 今天來看你以後要上課的地方喔 哈囉大家我是Yoyo 我今天的影片要跟你們說 接下來的生活會有一點小轉變 好像也不是一點啦 算是對我來說蠻大的轉變 就是我要回去上班了 但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會 回去上班會這麼不安嗎 因為我已經放假放了整整四年了 今天說很多觀眾可能以為我是家庭主婦 因為頻道開始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放假 所以你們可能就會誤以為我是家庭主婦 但我只是在放育嬰假 那為什麼我可以放假放那麼久 是因為我是在機場工作 那2020年的3月開始不是疫情爆發嗎 所以我的工作就一直受影響 就一直算是在家待機的狀態 然後因為疫情真的太久了 就這樣子放放放放到後來 又接著生了手牙跟鏡牙 所以我才會放到現在直接放了整整四年 直到上個月二月中 我就收到託兒所的通知 我們家兩個小朋友都抽到託嬰了 我以為他們會有其中一個 如果沒抽到那我可能就繼續放假 結果兩個都抽中了 所以就代表我要回去上班了 我也不是不想要回去上班 我是一個喜歡上班 熱愛我工作的人 只是你們知道嗎 畢竟這四年發生這麼多事情 我已經變成兩個孩子的媽 那突然又說要回去上班 尤其是我之前的工作時數也算長 那我就擔心說我的家庭 育兒 家室 還有我的頻道 我的團購的一些副業 這所有的事情能不能夠平衡 當然我現在跟你們講這些 是已經經過了一個月了 我自己心情上有調適 還有跟公司那邊有做一些確認 那現在的狀況是已經大致上比較清楚了 所以就拍這支影片 跟你們說我接下來的生活 我滿期待的啦 因為回去上班也好 總是這樣子待在家裡嘛 帶著兩個小孩 我覺得這樣也不是件好事 如果讓自己出去有在外面稍微跑頭 樓面一定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我的工作這樣子也可以交朋友 所以我其實對於再回去工作 我也是滿期待的 那我有跟公司討論了 會減短我的工時 這一點公司那邊有答應 我就算是滿放心的了 不然我跟你們說 原本前一段時間 就思緒很亂 因為我想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我曾經還想過 我是不是應該直接離職 就全心全意在我的頻道 跟團購的副業 也有觀眾說很 就是想要看我賣衣服 像以前一樣賣衣服 去韓國帶貨啊 帶東西回來賣啊 其實很多都有想過啦 包括我甚至也很想要 創立一個自己的品牌 打板做衣服 或者是出跟孩子他們的親子妝 我跟你們說我真的前一段時間 通常整個超亂的 我想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不過因為我現在就 兩個小朋友嘛 年紀最小 最需要我們的階段 所以這些事情 就是想著想著 可是就覺得暫時還沒有辦法去執行 可能要等他們大一點啦 收到拖音 確定抽中了 代表我要回去上班 就想想 也好啦 可能是老天爺希望我 要讓我輕鬆一點嗎 就不用這樣子一直帶著他們 可是我心情上是很複雜 我知道我這樣子帶小孩很辛苦很累 可是我很想把握這個階段 畢竟在他們可能三四歲之前 這就是他們最黏媽媽的階段嘛 將來他們大一點 他們就會有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這是最緊密的時間 雖然很累 可是我將來也一定會很懷念 所以我都會一直很珍惜現在這樣的階段 不過有時候 講真的就是 這樣子一直24小時綁在一起 有時候帶小孩真的還是會帶到 情緒會不好 那情緒不好 又對到小孩身上 就這好像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就會跟自己說 OK那我可能就是出去工作 而且時數也減短了 下班回來再見到小朋友 我們可以相處得更開心一動嘛 不是一整天綁著跟小孩一起相處 有時候會把那個不好的情緒也一起 給到小朋友身上 我不想要這樣 這些都算是老天爺的安排 那我也相信 我的個性本來就比較樂觀 應該算說很久沒有回去上班了 我脫離職場太久了 會回去上班 一開始可能真的會很手忙腳亂 不過 就先上著上著 先看看怎麼樣 如果真的不行 之後再做調整 所以工作上稍微不安的情緒 就比較有舒緩了 那至於小朋友就要去脫嬰了 自己也算是會調適啦 因為畢竟媽媽還是遲早要學著放手 就跟你們講一下大概是這樣 不過頻道的更新你們不用擔心 我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棄我的頻道的 所以我還是會更新 可能會稍微晚一點點不一定 可是我會盡量 能更新我就會更新 那我這趟回來啊 馬上就很忙了 因為我回來的隔一天 就接著跟老師視訊 小朋友他們要面談 再來要去托兒所看看環境 跟老師他們確認一下 反正接下來的一些路緣的準備 東西會還蠻多的 所以我這整個三月份會還蠻忙的 而且我的自己的簽證 我現在是拿PAYL簽 我想要去改永住 拿到永住簽 可能會比較幫助我將來買房子 在申請貸款上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我也希望就是這樣子 一切都慢慢慢慢慢慢的步上軌道 OK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是小朋友的跟托兒所的一個視訊面談 所以待會他們會打電話過來 那明天也是會有一個面談 不過明天是直接去參觀托兒所 還有跟其他的小朋友見面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提早回來日本的 因為我知道這幾天一定會很忙 但是又想說算了算了 因為我機票也都訂了 我也是想要提早 我的媽媽 我不會叫她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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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會說 我會說 那個小朋友 我的媽媽 我會說 我們今天跟老師出見面呢 你這樣嚇到老師了 現在視訊中途中斷 等你哭完再繼續吧 修雅今天來看你以後要上課的地方喔 進去跟老師打招呼 OK 你去看 今天要帶他們來一個新的玩遊戲的地方 這邊在雜謊的後別 有這個 兩個這個 修雅還不用錢 你們看裡面的環境這麼大 而且有各式各樣的遊戲提供給小朋友玩 裡面也沒有進帶外食 好多人都帶東西進來吃 還有漫畫區 讓爸爸媽媽等小孩的時候不無聊 而且這裡面竟然有卡拉OK耶 好誇張喔 機台很多也都是大人可以一起玩的 重點是完全不用再另外買代幣 是不是很划算 真的是大人跟小孩都一起可以同享樂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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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裡玩的 吃完爆米花我發現一個超棒的東西 竟然有提供按摩椅耶 而且一樣不用投錢 都話不說大致的丟給爸爸 自己坐在旁邊好好放鬆 爸爸繼續加油 媽媽繼續按摩 放電放電 男生們都去放電 雪突然變大 今天來去公所申請我要換永住簽證的資料 要申請的東西超多的 反正我現在回來日本就是一連串 這個月一連串很多東西要申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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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拍一下證件照 簽證要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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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好醜好可怕 好 好 剛剛去超市買了一些東西 現在是草莓季 像這樣子一盒日幣500多塊600 台幣100多塊 就買一盒了 然后其他的东西都还好 只是想要给你们看一下 我刚买了一些海鲜 还有这个雪鱼 也是半价 半价打下来 150日币 超便宜的吧 台币大概30块 有三条 还买了这盘螺肉 这样打下来日币300 大概台币7-80块吧 待会我会做 再拍做法给你们看 什么呢? 明天吃的酱汁也好吗? 什么呢? 要做蟹味噌汁 好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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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唉 人 ن 一个人 有到 硬 他照常 螃蟹 这样整只下不去 所以我待会先把他的脚 全部剥断 再丢进去 不行 ych Large 真的很厲害 媽媽,你看 怎麼? 你做了什麼? 真的 你做了什麼? 哇,你做了包裝喔 對 Oh my God,我剛剛聽到滋滋滋的聲音耶 這蘿肉該不會活著吧 我超怕那種生的東西要去煮它的 這樣會覺得好有罪惡喔 我以為他們都已經死掉了耶 來調要煮蘿肉的醬汁 需要的調味料都在這邊 你們可以直接截土 最後再加一點生薑 差不多可以加味噌了 味噌我沒有加很多 因為我只是想要一點淡淡的味噌味 我相信這螃蟹跟蔬菜的高湯 燉煮出來的高湯應該就很好喝 所以味噌的部分我就沒有放太多 我們家沒有HONDASHI了 如果有HONDASHI應該也會很好喝 我加一點這個海米 再加一點點料理酒 今天的晚餐燙了蘆筍 還有剛剛半價的鱈魚 完成 螃蟹的味噌湯真的好好喝喔 它螃蟹的味道 高湯整個都有出來 而且那樣一隻螃蟹才兩百多塊 很划算 之後有看到還可以再買 我們就要遇到 但我們總是把上面的海彩 應該神呑 以為 поним包多難講 我們的話 你想要說